做了这个选项卡,是吧,选项卡看一下啊,这个选项卡 好,这个选项卡,是吧,那么点击这个2的时候什么,选项卡2吧,点击3的时候是选项卡3的 好,那大家做这样一个选项卡,就是说我点击1的时候啊,点击2的时候,这个选项卡2不是 写出来的,是从右边滚动过来的,点3的话,这个选项卡是从右边滑动过来的啊,滑动过来的 这个怎么样,这个好好做啊,比如说点这个2的话,这个2什么,滑动过来,比如说从左边滑动过来 这个好做啊,那么可以怎么做呢,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,就是说这三个选项 怎么呢,是一起排列在这里的,然后这两个什么,切割掉了吧,是不是可以切割掉啊 完了之后,点这个2的时候,让这个整体的用一个动画改变Left的值,是不是可以过来啊 这个明白没有,点第三个是不是改变Left的值,然后到第三个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可以啊,这个清楚了吧,好,大家做一下这个例子啊,就是改变,用这个 用我们刚刚学的这个什么呢,element啊,这个element啊,来改变这个什么呢,它的Left的值 是不是可以啊,改变Left的值啊,好,这个Left的值的话是什么,是当前的什么呢,index乘以 这个整体这个宽度,是不是这样子啊,是不是这样子啊 嗯,当然现在,index乘以,这个整体,这个整体,这个整体 这个整体的宽度啊,比如说这第三个选项它应该移动多少呢 应该从,从左边移动多少,移动左边移动多少,应该是,呃,宽度 移动五乘以,它的所谓值是二吧,二乘以这个宽度是多少,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五百,就是一千吧 就是一路负一千,是不是到这里来了,好,整体的这个什么呢,它是这么宽的,明白没有,整体这么宽 这个清楚吧,就是整体是把它们三个排成一行啊,把他们三个排成一行,然后把后面两个把它隐藏掉,明白没有 把后面两个隐藏掉,是不是可以啊,然后默认选是第一个吧,这是第二块啊,这是第三块,是不是在藏在这里啊 然后点击某一个选项的时候,什么,让它运动过来吧,让它用动画运动过来,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,这就是这个作业啊,这作业,那么选项在那里都有了吧,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啊 这种动画的话,这种什么效果,什么样呢,实际开放中也有啊,比如说这种选项也有啊 点第二个这个,从右边滑过来啊,这个这个这个效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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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